大姐 要了 小兄弟 这个钱不是我的 这个钱就在你脚下 不是你的是谁的呀 我浑身上下加起来都没有100块钱 这肯定不是我的 这反正不是我的钱 你吃你的面去吧 去吧 诶 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呀 诶 小姑娘 你怎么在我车上吃面条呀 哦 这个是您的车呀 我看这个车啊 窗户开着 里面还有好几万块钱呢 我想着帮你看一会儿 你看我的事情 就顾着去买早餐的 谢谢你啊 没关系 大姐 那我就先走了 诶 大姐 你看我这一天都没吃饭了 要不你的泡面 原来您在这儿呀 这个呀 是咱们公司的新品 八大部分瓜子书 需要您尝一下 给定个价 好 大姐 你等我一下啊 嗯 这八大部分瓜子书吃起来酥酥脆脆的 越咬越香 咬大口大口吃瓜子啊 真过瘾 这样 我们就两天价 九块九 五十包 啊 吴总 我们这个八大目瓜子书啊 配料不要很干净 它里面有八大目 瓜子冷和麦芽糖 老的小孩呀 都爱吃 你确定定这个家吗 确定 现在下到那家的门啊 还给他们做包邮 去安排吧 好的 吴总 阿姨 你看我这一天都没吃东西 要不你的泡面给我吃吧 拿着 来 这个钱你拿着 泡面给我 不是 这太多了 不用这么多钱的 没事 好人也好包嘛 老板 你用这么多钱买这一桶面 值得吗 你觉得呢 那 叫问视频前的朋友们 问他们值不值得 家人们 你们说 值不值得呢